必须一定要确定说那个东西是存在的 就这个东西这三个东西是存在的 或者你用new 我刚刚提过的 还要确定说你的library 所以以后我发现最多问题的就是说 因为你装了太多个python路径 所以会造成一些混淆的状态发生 这样这个地方只要避开 我想应该后面开发就比较没有问题了 再来的话就是我之前讲的 你可以这边new一个什么 new 这边other 这边有一个jungle的project 你可以nest 然后名称的话也许你可以test test一个jungle 然后test的底线也许就是jungle 然后你就记得它的版本预设 如果不是对的记得就选3.6或3.7 这个版本要跟各位 default 然后这边要create source 下一步 然后这个特别注意 就是他会要你选择的是 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database的那个版本 跟着你讲jungle的版本 特别注意不要选错 我记得好像之前有同学选错了 他最后跑出来结果又会有不太一样 因为他不同版本好像会帮你产生的结果不太一样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1.4或以后的finish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当然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jungle的package 但是如果你要能够run的话 必须要在这边 你要必须在这边再做一个 因为Eclipse的好处是说 它可以不需要下指令 之前可能要 如果你要create一个app的话 你必须要用 它底下根目有一个叫manager.py 去什么呢 去start一个app 不过如果我今天用Eclipse的好处就是它有一些图形化工具 你直接点选就可以了 你不用在额外做一些动作 它其实等于帮你run指令 OK那run一下 我们这边一样加一个什么myapp OK 然后名称不一定要叫这个 记得再来再把这个myapp的名称 记得放在哪里呢 我复制这个好了 然后复制在setting里面 setting底下的话它会有一个地方 就是确认说你这底下会没有没有install的apps 有哪一些 它预设是有装的这些东西 那我因为刚刚又产生了一个myapp 所以我又把那个myapp加在这里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只要执要执行一些 这个啊 这个这个比如说一些 application 一些应用程式 那特别注意你就是要把你新增的这个app 把它加到这个 那这个app不是手机的app 其实就是一个应用程式 OK 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把它存档一下 第一步就 第二步的话你当然可以run它 不过 直接我把它runs 那理论上这个我刚做有点问题 就是因为我可能改过 那理论上这边会有个东西出现 OK 然后把它在执行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会是正确的 刚刚是那 page那我把它删掉重来 那待会的话呢 这个是conclusion就OK了 当然不过它这边的话 会出现一个debug等于true 也就是以后如果你的假设你程式出现错误 它也会直接在网页告诉你 但这个是可以关掉的 也就是以后你就担心说将来呢 如果你程式发生错误 你一般user也可以看到你到底错在哪里 那你可以把它关掉 它好像有一个setting 那至于开关在哪里 其实各位可以在setting里面稍微看一下 其实setting里面的话有一些地方 会有一些可能可以做一些相关 比如说像你的预设的幕幕在哪里 有没有base dir 这边会有一个 然后一个什么 这个应该security key吧 那debug是不是要有没有 这边debug预设是true 意思就是说呢 你的 你的debug如果把它改成false的话 那将来如果发生错误呢 就是网页上就不会有讯息了 你可以把它关掉 那还有什么呢 aloud post 就是要不要允许外部连结 预设是不行的 是这样 那如果你要能够把它打开的话 其实呢你只要在中瓜湖里面加一些东西就可以了 加哪些东西呢 其实我也有点忘记了 不过我大概知道说我这边 这边有一些有个地方可以把它打开 我记得好像我是在 在21吧 我好像有加了一些东西 就是在这个底下的话 我也讲到说如果你要开启不同的那个 有没有你就直接在aloud host里面加一个什么 一个信号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外部所有电脑都可以连进来的话 你就在这边加一个信号存档 这样就OK了 不然的话你server run 起来 只有你自己可以test 别人没办法test 连不进来 OK 再来的话你就要找到什么 找到你现在的IP位置 你现在的IP位置 window 键加R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查 我就打一个IP IP config 比较快吧 config 然后就出现我现在的IP位置 那对其他人就可以利用这个IP位置 连接到我这一台电脑 我这一台的IP位置是 10 50 2 19 OK 那你也可以连到我这一台 也可以看到一样的东西 那如果你有一个网路上有一个固定的IP 你就放在internet上面 也可以人家可以透过IP去连接 那如果说你用IP位置不容易找到的话 一般的话也会注册一个 就是一个网址 比如说www.ncu.edu.tw 那这个是一个固定的domain name 那那个可能要额外再付一个费用 其实像我自己也有注册一个IP位置 只是那个IP位置 现在比较少用了 其实我之前有加一个论坛 叫tqc.idv 个人的.tw enter 这边会显示什么 吴老师的教学部落格论坛 这个是我架设的 那不过这个背后的话呢 是用用那个php架设的 用php ok 那不过php的话 我是觉得其实技术慢慢有点过时了 有些东西的话 它没有办法完整支援 ok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我之前曾经教过的一些相关课程 那我教过什么 教过java 教过android 教过phone gap phone 手机 gap 对 就是一个 反正就 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把你的手机跟网页 把它这个 意思简单讲白话讲就是说 它把那个做网页的技术 把它变成做手机的技术 转换一下而已 所以现在很多 很多app 实际上你看起来它是app 但是实际上 背后就是网页的技术 它背后是html5 加上css 或加上一些javascript 实际上最后再把它 打包 成一个app 让你装在手机上面 ok 就是phone gap 这技术其实还蛮好用的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一个网站 就是adobe的 build 建立什么 点phone gap foamgap foamgap foamgap.com 这个吧 build.foamgap.com 这个网址的话 里面你也可以注册 这个是adobe的foamgap build 它其实主要就是说 用前端的 JQuery mobile的技术 让你把网页 就是变成一个手机版 然后呢 但是问题是那个是网页 但是它是真的利用它 可以帮你把它转成一个app 比如说 假设是你是android 就apk 你丢上去 打包之后 它下载 让你下载 就下载成一个apk 而且可以真的安装在你的手机 并且可以怎么样 除了可以安装在手机之外 它还可以放到那个play商店上面 所以我这边有个demo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那个play商店里面 去找到有一个我之前上去的那个app 这个在那个google里面play商店 你当然可以google我的名字 或者是你可以找找一个 我之前有做一个demo的一个 用那个phonegap做的一个app 比如说你可以找什么 徐志摩 徐志摩这个关键字 你会找到一个app 这边就有一个徐志摩的app 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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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可能吗 是不是 这个是我 刚刚讲的用phonegap做的一个app 而且非常简单 大概不花多少时间 打包一下上载 就有一个app 然后它主要的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很漂亮 我只是做的没有那么漂亮 它可以做的非常漂亮 它每工部分几乎都完全解决了 也就是你以前做过css网页上的那些漂亮的效果 全部都可以套用进来 而且它是JK Mobile里面 它功能太多了 而且可以让它变得非常的鲜艳 后端你也可以再配合Jungle 可以把它套进来 OK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把安装下来看看 这个单 我看一下我自己 不过我之前有写了一些app 然后目前的话 好像都没有在更新了 因为现在比较少在交那个app相关看 不过homegap这个课还在交 这个画面先借给 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把这个地方 然后allow的部分再设定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template 这个template实际上就是你要放外部的网页 css跟图档 你就要跟它讲说你的template在哪里 就是你的相关的外部的一些档案放哪里 这个可能要稍微run一下 了解一下setting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开始撰写那个程式部分的话 最关键的 第一个你一定要先架一个 先产生一个app叫myapp 第二个的话setting部分把它稍微看一下 那接下来如果你要撰写程式的话 主要有两个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程式都写在views里面 那再来的话就设定它的uil 就是它的网址 也就是这个网址连结到哪一支程式 ok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mvc 这个view反而比较不会不是view 对是我们要做的 ok好 所以请各位稍微再了解一下 然后呢 待会我会讲一下就hello 就是那个hello部分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就要进到那个21的部分 所以待会也许你可以再稍微看一下21 然后2-1里面的话就是建一个这一个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say hello 那怎么样跟这个网页上say hello 来欠一下 一个我们要把假设我今天希望 在我的网址后面多增加一个hello1 然后它能够显示出hello jungle的讯息 那我该怎么做 它的步骤的话呢 就两个 第一个先在views里面建一点东西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views先建一点 然后在uil呢 跟它讲网址放哪里 就两个地方 那首先我们先针对views views里面的话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先把它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我要先做一件事什么呢 在这边呢 先打一个这个df 就定义一个方选 这个方选名称的话 我们就叫做什么say hello1好了 OK我就有一个方选叫say hello1 接下来的话呢 我后面要加一个参数 这固定用request request会从那个网页带一些参数过来 如果没有它就是空的啦 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只需要做什么 我这个制定函数非常的简单 我就return一个什么呢 return一个结果到那个网页上去 那怎么return呢 特别需要就是透过httb respond response 就是丢一个response嘛 固定是这样 httb就是我们这个网页的 那个传送的那个 然后呢就丢到网页上给它一个讯息 叫hellojungle OK 不过特别需要这边第一个会产生错误讯息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 这个方式我们没有把它这个input进来 所以它记得一定要先怎么样 你要从那个jungle里面的http里面 去什么呢 input把这个http respond把它input进来 否则它会找不到会造成错误 它才可以run它 所以它的位置记得 可能要稍微记一下这个response OK 那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帮我把这个hellojungle 丢到网页里面去了 OK 其实丢出去反正就原始码里面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加一些什么 那个html的相关的语法 比如说你要让字变大啦 字缩小 你可以在前面加 加一个什么 加H1 对不对 然后你也可以这边加H1的话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标签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斜线H 这个应该知道吧 这个就是标题一啦 那它字就放大了 OK 不然字太小 那把它save就OK了 response过去了 OK 这应该知道吧 第一个view 第二个就是 我如果让它知道说它的位置在哪里 你就URL打开 那原本只会有一个 一个pass就是这个admin 它管理了admin的路径 其实我们可以很简单 就把这个路径 赶快拿来参考就可以了 不过旧版跟新版好像长不一样 新版的那个路径的写法跟旧版好像有点差 不过我们就用反正它哪个版本我们就照抄 那这边的话我就叫H1好了 OK 那后面的话记得就是要run run哪一个我们刚刚写的那个方选 那个方选的话呢叫什么叫say sayhelloi sayhelloi 跳出来了有没有 你打一打 特别说这一招很重要 请你用点的 为什么你用点的好处就是说 它会自... 对吧 这边好像原来没有这个 这个把它删掉 上面的话 如果你自己打的 我记得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会自己帮你把 就是那个 那个MyApp里面的这个views 它会帮你加在这边上面这一行 我看一下 对这个会帮你自己打上去 不然的话你input的方法 你要自己input 因为它要找到sayhelloi 可是问题这个是在MyApp里面 你必须要再去述一下 跟他讲说我要在那边 你帮我从那边引用进来 意思是说 从那个MyApp里面的package里面 找到那个module的这个方选 他帮我input进来 OK 当然好像你也可以整整包全部input 也可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OK了 储存了 储存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run它 所以这个地方我输入helloi 在哪里输入helloi 在这个网址后面输入helloi 之后的话 他就会怎么样呢 会帮你找到之后再去run 这一个 这个方选 所以这个方选的位置在views里面 他就找到了 这个views里面只有一句话 就是帮我丢 helloi jungle 而且我把它设为那个 我看一下标题1的话 enter一下 出来了 OK 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 就会出现我刚刚的那个叙述 那为什么是会字这么大 因为他标题1 所以你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检视原始码 你可以看到原始码里面就是丢这个 也就是说 未来如果你要互动的话 反正就丢原始码里面 如果有html标签或css 他也会跟着帮你把那个网页做变动 OK 这里的话 第一个 e先完成 那边先还给各位 初体验一下 如果你可以先 这个地方最重要就是说了解 views 跟urls OK 这两个是jungle里面最重要的两个 两个东西 反正就是你将来一定要写一个function 让url去找到 他就去帮你run那一个function了 OK 这种写法应该后面不断出现 就一直不断出现就对了 这种架规应该可以理解吧 而且我觉得这架构还不错 蛮简单的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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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